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创意思考能力 近几年来我们跟很多的业界师资合作 不管在室内设计 平面设计 电商课程 让我们的学员在作品部分更成熟 更精彩 那么这次呢 我们特别规划金降奖这个竞赛活动 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学员的作品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也进而能够培养我们学员更多就业 以及接案的专业能力 那么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蜕变 希望透过蜕变专业的培训 让我们学员有机会能够推变成更专业的设计师 我们不要等待机会 而是创造机会 蜕变专专业 欢迎来挑战